罗马书第十二章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 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 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 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 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 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 或做劝划 施舍的,就当诚实 智礼的,就当殷勤 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爱人不可虚假 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殷勤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在死亡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横切 圣徒缺乏要帮补 可要一味的款待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 只要祝福,不可咒诅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 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 倒要辅救卑微的人 不要自以为聪明 不要以恶报恶 众人以为美的事 要留心去做 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亲爱的弟兄 不要自己申冤 宁可让步 听听主怒 因为经上记着 主说 申冤在我 我必报应 所以 你的仇敌若饿了 就给他吃 若渴了 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 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剩 凡要以善胜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